张灵灵 34岁 河南人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硕士 蔬菜学专业 大家好 我叫张灵灵 34岁 来自河南开封 目前定居在北京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蔬菜学硕士 我是一个性格外向 开朗的人 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有一个爱我疼我的博士老公和一个漂亮可爱的女儿 今天来到非你莫属这个平台 想寻求一份与农业及金融相关的工作 以及各位企业家能给我提供的其他工作 谢谢 我刚看到你的这个专业 我就想你最适合去健康有益 蔬菜学嘛 对吧 吃什么蔬菜最健康啊 有机蔬菜 无关害蔬菜 哪一类呢 不分类别吧 基本情况下是建议大家吃当机的蔬菜比较好 不当机的怎么着呢 不能吃啊 也可以吃 现在这个种植技术就发达了 然后约束条件也发达了 那为什么还建议吃当机蔬菜呢 还是当机的好一点 好在哪呢 你作为一个蔬菜学专业的硕士 你应该说出专业的术语 就是你的生存是跟这个自然环境是相匹配的 比方说以前的古代人就是太阳什么时候升起 你就什么时候起床 太阳什么时候落下 你就什么时候睡觉 所以就是这个蔬菜跟你长在同一时期 这个时期你吃它就是最营养健康的 我还真的要反驳你一下了 在古代的时候人没有这种条件 什么塑料大棚啊 然后种这个反季节的这样一个菜在这儿 所以人家不得不那样做 你宣传的这个观点的话 那照你这样讲的话 冬天的话 那你外面长不出来这个菜的话 现在我们这些人吃这些反季节菜的话 全都是错误的 你回答一下 用你的观点 用你的专业 我的观点就是说吃当季的水果是好的 但并没有说吃反季节的蔬菜是不好的 在以前没有这个大棚技术的时候 大家到了冬天就是土豆 大白菜 对吧 现在有了这个大棚技术以后可以吃更丰富的 那你说是光吃土豆和大白菜好呢 还是吃各种各样的这些蔬菜好 当然是营养越丰富越好 吃的种类越多越好 但是你像同一种类型的 比方说你吃萝卜 你是吃当季的萝卜好 还是吃夏天的萝卜好 是这么对比的 还能回答徐老师的问题啊 就是他的问题是需要你用专业 然后来解释 比如数据 从头到尾没听到专业的数据 你比如说硬质的蔬菜和非硬质的蔬菜 在它的营养含量上 什么东西高 什么东西低 你得说书 就是硬质和反季节的菜的比较 硬质的话 它接收的阳光雨落 都是比较适合它生存的 然后它那个大棚里的话 都是人造的 而且人造大棚里的话 温度湿度 有的时候你人工调控不好 可能会病虫害比较多 是那个农药就可能会多 我要为这科学养生证明 我们说任何一个食物也好 植物也好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 它有顺四季而生的这个过程 我们在适合这个季节的时候 吃相应的食物 跟我们人体脏气 在那个时候是否活跃 是否要激活那个脏气 是否对我们身体是有益的 这个都是息息相关的 因为如果我们说吃什么都行 你要是不应激就是大棚长的大棚长的 可能就不那么就是好 那你这个观点 其实跟我们大众观点 是差不多的 我们需要看到的 还是专业一点的那个专业度 加油啊 你毕业多久了 这一点我需要给大家解释一下 研究生阶段分的是比较细的 我主要做的是蔬菜学分子育种 就是用分子生物学来选育品种 所以说这个营养这块也是略了解 但是不是我所学的专业 林玲在采出自己专业的内容的时候呢 大家可能在质疑她的专业性 但其实这恰恰是这个 这个大众的这种科普类的知识 和这种专业类知识之间的一种差异 就很多这种专业研究 某一个狭窄领域的这种学科呢 实际上呢 她讲究的是学术的深度 而不是这个学术的广度 你老公是博士是吗 在那边 博士 来来来小伙子 你多少年纪啊 三十六 你是博士 对 啥专业 也是蔬菜学专业 你们是两棵大白菜啊 差不多 我博士期间研究的就是大白菜 你对你老婆刚才的表现满意吗 还挺满意的 可能她有些表述上显得不是特别专业 这次找工作是希望自己的妻子 在家附近呢 还是都可以 还是希望尽量离家近一点吧 因为现在 那么年妻子呀 主要是现在小孩比较小 你现在在做什么工作啊 我现在是做那个蔬菜科研相关的工作 多少钱一个月 拿到手七八千吧 那你希望她拿多少钱 我觉得待遇多少是次要的 主要是干一个自己喜欢的工作 你觉得她说的是实话吗 是实话 就是她还是支持你的工作的 对 她特别的宠我 哎呀 怎么从你说来听听吧 来来来 就是不说不 不跟我逃反掉 从来没红过脸吵过架 我跟她红过 她没跟我红过 这么好 对 好老公 真的啊 你好幸福啊 你哪来逃换来的 剪的 这个大白菜是剪的 这夫妻兰感情挺好的 你看你蔬菜学专业 但你今天面试的是 除了农业还有金融 那您所指的这个农业方向和金融方向聚集的岗位是做什么呢 我就想找一个就是事务型的 偏行政吧 可以这么说 你学了这么好的专业又是硕士 你做行政干什么呢 你不用自己的专业 你去健康有益就可以用自己的专业 农业也可以的 也就是说你对于这份事业到底能体现怎样的价值 其实你不是太在意 只要吃一个饭碗 能够拿到一份工作 离家父近一点就好 是这个意思吧 对 你要多少钱 一万二吧 你这样一份工作多少钱 一万一 你一直比你老公正的高 他那个工作体系不是不光底薪的 还有其他的一些收入 有异乡企业吗 想去哪个家 俊乐宝和商行科技 俊乐宝 我林姐你为什么是马迁那人 他那边我了解到业务是做大数据分析的 就是以后大数据分析是一个特别好的方向 那你会吗 不会可以学 但是你不会如果学你现在要的是一万二 对呀 也就是而且第一你的硕士其实后面也废了 我可以当你不是硕士 你本科是金融吗 本科是农学 你本科是农学硕士是蔬菜学 然后你干了两份是金融行业的工作 然后特别是你的刚才拿一万一所比对 但一万一所在的是一个护金行业 是互联网金融行业的分控 所以对于我来讲你是一个小白 那你要的如果一万二的话 你觉得我会怎么样 这个的话是我的期望 你说在选择你的工作的时候 你有经验的情况下 那么你的过去的背景 包括你工作这么多年的背景 是能够让你获得比较高的薪酬 否则的话单纯凭学历的话 本科的起薪硕士的起薪是不一样的 我建议选择就是 第一 他的专业的是蔬菜学 第二 相关的金融专专业 因为他已经有过多年的工作 你建议他调薪吗 并且当他选择这两个专业的时候 他进入市场了 不会低于他现在的薪资 一万一 就是一万一 对 灵灵 因为我在履历看的都是金融方向的履历 你在农学啊 蔬菜学啊 营养学等等这些行业 做过一些工作吗 做了哪些工作呢 关于农业就两个吧 但是时间比较短 有一个就是做的是农产品平台的那种 那很短是多短 一周吧 一周 一周 还做过什么 因为那个公司它在广州 其他的呢 也是 也是很短 所以你一直不选这个方向是不喜欢对吧 是喜欢 但是那个是在广州 我是河南人 然后那个广州的话 我去了之后 人就是极度的不适应 然后我就回来了 好 来 来 博士老公 上 互相面对面 好 从现在开始 你给他提几点建议 我觉得首先 咱是一个蔬菜学硕士 可能回答的问题的时候 还要更专业一些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就是说 咱们可能对这个面试 其实准备的不是非常的充分 第三呢 我觉得 可能 你毕业之后 一直在 转行 我觉得 咱们以后呢 还是要 找准一个方向 努力去做 起点呢 不一定要求太高 如果你真的喜欢这个 可以从 比较基础的这些知识来学起 你听见他说的是对的吗 听见了 听见了 你说你 你下次好好改进吗 嗯 其实我改进 我还 我就想体会各种工作的那种乐趣 你完了啊 好 就你宠的啊 你仔细带走带走带走 抱走 好 再见 抱走 抱走 这男的太好了 挺好的 听 我不能 在 随着自己的性子来 以后呢 还是要 认清自己想要什么样的工作 然后 在专业上 更专业 这样的话 对我以后的 这个工作规划 也很有好处 好